大家好,收破烂的大叔不识货 今天呢,我五块钱买了一个电水壶 他说呢,这个电水壶是坏的 所以呢,它里面还有一个宝贝 就是这个加热板 一般呢,电水壶坏了,不烧水了 开关坏了,温控器坏了,很多的原因 但是呢,这个加热板一般都不会坏 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宝贝 这个加热板呢,它有三个特殊的功能 很多的人都不知道 真的在我们生活中非常的实用 今天呢,我来分享给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 你看这个加热板呢 后边有两根线 是接这个加热管 接上以后 它就可以加热 然后,我给它接两根线 接一个插头 然后 不管怎么接都没事 就是两根,这个没有正腹肌 你看了吧 这个时候呢 用胶布给它包住 这样包上以后 我们就可以用了 我们就可以用了 我把它架起来 然后,你看 架起来以后 给它通上电 你看 它可以烫锡 看到了吗 你看,是不是 然后呢,给电线烫锡 怎么样 一烫 一烫就粘上了 好了吧 然后呢 家里的LED灯 坏掉了 需要换灯珠 怎么办呢 放在这里 你看 怎么样 灯珠掉了吧 你换上一个新的 你换上一个新的 往这上面一放 然后呢 这个灯柱 它就粘上了 粘上以后 又可以用了 维修LED灯 特别方便 没有加热台 这个呢 被我五块钱收了 五十块钱一个加热台 省了吧 然后呢 它还可以做什么呢 把这个PVC管放在这里 给它加入 你看 加入了以后 它直接都可以插到这个塑料管里 看到了吗 插进来了吧 是不是特别的实用 特别好用 把这个分享给你 希望可以帮到你 感谢观看 再见